税虎的勤俭记再出远门,禁记真不少,至今有人信。 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,中外各国都仍然延续了很多禁记文化,今天,咱们就来聊一聊汉代在出行方面的禁记。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,交通条件相对落后,汉代人认为,出行特别是远行是很危险的事,因此,人们在出行特别是远行时,会有很多禁记,就连可否出行,也需要问不来决定。 出行时间论恒南岁篇说,习抵太岁,凶,复太岁,以凶,抵太岁明曰岁下,复太岁明曰岁破,故皆凶也,甲令太岁在甲子,天下之人解不得南北起,起柴下取一皆必之。 意思是说,如果太岁在北方滋味,则不可向北方习也,如果太岁在北方,则不可由北喜南习也。 所以,百姓为了稳妥喜劫,在出行、迁居、驾驱等重要时刻,必须要避开太岁。 论恒遍遂中,还提到了网王义子,原文是这样的,图上之报时,未必出以网王,事中指并就,未必还以归记。 网王事至网王日,在这一天不宜出门远行,否则就会报死途中,关于网王日所指的具体时间,目前还无法想考。 出行方向关于出行方向上的禁忌,在秦代就已经出现了。 秦代日书检测中,可以看到相关记录,汉代大致延续下来,如《税谷地勤简》日书记载。 吾以新人东南行,日之门也,吾以鬼甲西南行,日之门也,吾以以炳西北行,兴之门也,吾以丁耕东北行,臣之门也,凡四门之日,行之久也,以行不及。 这则简易死是,不要在新人日朝东南方向走,这是太阳之门,不要在鬼甲日朝西南方向走,这是太阳之门,不要在以炳日朝西北方向走,这是星宿之门,不要在丁耕日朝东北方向走,这是时辰之门。 回家时间在汉代,民间不仅有出行时间和方向上的禁忌,而且人们在哪一天回到家里,从哪个方向回家也要有禁忌,这种禁忌的意识在秦代就出现了。 税虎地秦简日书记载,入正月七日,入二月四日,入三月念一日,入四月八日,入五月十九日,入六月念四日,入七月九日,入八月九日,入九月念七日,入十月十日,入十一月念日,入十二月撒日。 凡此日义归,死,刑,亡,这则材料所反映的内容,是人们在回家时间上需要注意的禁忌。 凡是在正月的七日,二月的四日,三月的二十一日,四月的八日,五月的十九日,六月的二十四日,七月的九日,八月的九日,九月的二十七日,十月的十日,十一月的二十日,十二月的三十日。 从外归家的人,必会死去。 在汉代,人们对这些禁忌回家的日子,进行了分析和总结,并且给这样的日子取了名字,叫做归忌日。 论横便遂说,图上知报时,未必出以往往,事中止病救,未必还以归忌。 后汉书《郭公传》中,也有关于归忌日的记载。 还帝时,辱难有陈伯敬者,行必举步,坐必端息,呵斥狗马,忠不言死,莫有所见,不识其咒,行路文凶,便解驾流止,还处归忌,则寄速相停。 关于归忌日的具体日期,在后汉书《郭公传》中,李贤助隐阴阳书密法的观点,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。 归忌日,似梦在丑,似仲在寅,似记在子,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习。 这则材料里所说的归忌日,具体就是指,一月,四月,七月,十月的丑日,二月,五月,八月,十一月的银日,三月,六月,九月,十二月的子日,均为归忌日。 在以上这些日期里,离家在外的人是不能往家赶的,运营影子。 在这些日期里,运营影子里,运营影子。